盤中帶您鑽當衝 盤後帶您鑽破斷 早上10點現場盡責解盤 再次為大家服務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一開始帶來 兩個重大的好消息 特別是給早起的 所有的觀眾朋友 還有我的家族成員 各位注意 兩個重要的好消息 是第一個請各位留意 生計股不但是成德再創新高 而且形成了軋空的一個狀況 成德會創新高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我最近碰到很多朋友 跟我說老師你講那個G 我覺得貴 我常常講說 其實不是貴跟不貴的問題 只要還會再漲 那你千萬不要嫌他貴 好 就算你嫌他貴好了 注意 當我們看到美國的 費城生計指數再創新高 當我們看到生計股裡面 由領頭羊再創新高 甚至軋空的時候 請你注意 低價低檔的生計股 低價低檔的生計股 而且相關產業開放 低價低檔 甚至沾個邊的生計股 這支算送你的 因為這支我也沒說尷尬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低價低檔的生計股又來了 歡迎你想盡辦法 第一個低價 第二個低檔 你絕對有機會佈局 換句話說 這次你不會看別人賺錢 你自己賺不到 也不會看盡責家族賺錢 你賺不到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說一件事 一個標股產業 你看領頭羊出來了 中間的也上來了 後面的也跟上來了 這叫做標股公式之一 但是我未來會跟各位提到說 當然了 這是一個所謂構築的觀念之一 但是未來在我的生計 跟標股精英班 我連結論都寫給你了 我連思考模式都寫給你了 天地人的方式 來想盡辦法找到這個盤面上 最會飆升的個股 請各位留意 禮拜六 禮拜天 我的生計跟標股精英班 再次感謝電視機前面 還有我自己的家族成員 非常踴躍跟熱烈的參與 是我歷年以來 看過所有半技術班的人 還分兩場 人數最多的一次 坦白說對我來講 是個相當重大的體力考驗 因為是全天班 今天來也有一些電話跟我說 老師啊 我真的沒有辦法 全天候待在那邊 但是呢 對於早上的生計 特別是生計大未來 而且我可能只講這一次 我說過我已經快50歲了 47 48 49 50 各位啊 我這一次呢 因為我們公司的要求 來辦這個全天班 我覺得這是唯一的一次機會 那我必須要這麼跟各位說 有人跟我說老師我只有早上 我下午有事 沒關係 好我今天呢 跟各位講 這也是最後報名的截止日 開放所謂限額的 只有早上半天的班級 歡迎你想盡辦法趕快來 因為我認為生計股在未來的 你也知道7月23號就要進行 所謂什麼 進行重點式的一個台北生計月 那電腦展展展電腦 生計月長什麼 當然長生計嘛 所以歡迎所有朋友呢 如果你只有早上有空的朋友 注意喔 你不能說 來個50名那我就傻眼了 我作為有限 因為我說實話人已經滿多了 但是我希望說 能夠服務更多的朋友 你在這幾天當中 你有特別去提到說 我下午真的沒空的 那沒關係 我今天給各位一個機會 只上早上班 注意今天晚上12點 是我們全新點名的截止日 這也是各位唯一一次 能夠了解所謂的 五大操盤秘訣 生計股十全保典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次機會 因為現在的生計股 真的比其他的股票還要飆 而且是常常飆 天天飆 各位注意一下 來 成德 一路上去 你不要跟我講說 老師我今天來看友達 誰比較強 我想答案應該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今天來 我還是要先跟所有朋友說 請各位留意 我今天來第一個要跟各位說 你說老師 生計股會不會很難懂 我先跟你講這個懂字 你來上我 不管是半天班全天班 只要你出門給我講說 生計股我聽不懂 現在聽不懂吧 但是你上完我的課之後 你只要會跟我說 老師生計股我聽不懂 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 馬上全額退費給你 好不好 如果說你說你不懂國文 說國文你聽不懂 說台語你聽不懂 怎麼就沒辦法 市場上唯一很系統的 分類的生計教材 沒有辦法做到系統 沒有辦法做到分類 那個都是假的 那個都是假的生計專家 你連醫院開在哪裡 系統分類是什麼 比方說好了 醫院概念股 你也要知道龍種台大加士達 對不對 美容概念股 你要能夠知道是什麼 甚至各位看到沒有 來我跟各位講 糖蛋白質概念股 糖蛋白質概念股 你要知道是哪幾支 這是我這禮拜推的 我直接跟您說了 甚至我跟你講說 各位注意到沒有 來現在成德概念股 成德集團裡面 還有誰還有這個 還有誰啊 還有這個啊 還有這個啊 詠欣也是成德概念股 老師詠欣是成德概念股 如果系統分類不懂 所以你不知道賺錢的方法 絕對沒有你不懂的文字 我再次跟你強調 這是唯一一次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連半天班都給你開放了 早上我們進行生計的基本面教學 下午進行生計和標股的技術面教學 如果技術面你來不及的話 沒關係 下次我想盡辦法幫你補課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最起碼你要知道哪一支股票漲在哪裡嘛 最起碼你要知道說 什麼股票漲上來了 對什麼股票有影響嘛 你說老師 前兩天好像沒有看你來上電視 我怎麼不敢來啊 先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請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 不懂產業只賺一檔 懂產業一檔一檔賺 你沒發覺我是一檔一檔在賺嗎 來 你來了最起碼把這些東西搞清楚 什麼叫做單株抗敵 什麼叫做單抗試劑 什麼叫做標靶藥物 什麼叫做基因檢測 達文西手術 大分子藥物 小分子藥物 幹細胞 蝦紅素 抗理解術 老師 你說老師這些我都不會 阿伯社會不會 老師你在說什麼 阿伯社是法文的基本字母 你不懂生計就是因為 你這個專有的名詞 基本字母看不懂 如果這些基本字母 我都幫你解釋過去說 原來這個叫做優先審查 這個叫做免疫療法 這個叫做雙株抗體 這個叫做植物心藥 很多人去聽我演講會 聽了一下 開始慢慢了解了 但是全套的要在這次的 我的技術班跟各位來談 你也可以來上半天班 我說過開放10個名額 給各位進行半天班 各位注意一下 台北股市現在又大幅的 往上來做一個拉高了 一個不來 這個是我今天早上開盤之前做的 你知道這個節目是現場節目 完全沒有辦法包裝了 我說今天早盤叫做最後上車機會 我也跟我家族成員說 今天是最後上車機會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來 我們就從掌庭門去看看吧 來 這些除了要追高的軋空的 然後汽車的 零滑的機器人以外 甚至包含科研 這是生技股 廣滑汽車的好了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整個類股最強的 還在生技 各位 真的低檔的股票也上來了 注意啊 這是不是低檔的 對啊 你看 Look here OK 這叫低檔的 但是我沒有那麼喜歡它 因為基本上低檔的股票 真的啊 很多股票低檔的也都上來了 怎麼它也上來了 它不是很紅的生技股 它也上來了 代表什麼 代表生技現在真的是 從頭到尾整體的氣氛是 越來越來越濃的 各位看到沒有 這裡也有低檔的 這裡也有低檔的 一檔一檔都一直上去 你還在等啊 你還在等啊 注意喔 今天是報名節指日 你在那邊東想想西想想說 好像隔壁那個比較便宜 我告訴你便宜沒好貨 隔壁那個演講不用錢 我告訴你 我最近大概是 全市場最值錢的 我們不要說最貴 聽到最貴很傷腦筋 全市場最值錢的 你有沒有想想看別人付出多少 我今天已經給你半天班了 你還想怎麼 你還想便宜什麼 而且很多股票都可以幫你付學費 隨便跳個三檔 難道幾千塊錢沒有嗎 隨便跳個三檔幾千塊錢沒有嗎 各位啊 先把這十種藥物先給他搞清楚 到底是什麼 隨便跳個三檔都是錢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 難一點的我已經講過了 我說你早一點認識翁其惠 早一點知道什麼叫城市一國化 早一點知道 原來這個就是癌細胞的糖分子 糖分子 早一點知道說原來單株抗體 還是有一個平台來做的 這是整個單株抗體的實驗過程 反正明天我都會講得很清楚 各位看到沒有 早一點知道說基亞原來還有 公研院生醫所在幫你算上看基亞值多少錢 他怕你不敢買 還幫你算好的給你等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去年的176塊 今年的4月23號 4月23號是多少錢 321塊 親愛的投資朋友 全市場最敢請你買進基亞 321塊買進基亞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我說過看對一檔要賺三檔 懂產業一檔一檔賺 不懂產業只能賺一檔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地點 在4月23號的時候 你除了賺基亞以外很清楚的 你除了賺基亞以外 請問各位合一能不能進場 50塊進場啊 合一我是4月18號進場 4162的智勤能不能進場 各位看到沒有 250塊進場啊 智勤250 合一50 基亞320 全台灣只有我一個 不知道的買一張 知道的買10張買三檔 你現在還在幫我家族成員看說 你合一什麼時候要賣 你成德什麼時候要賣 你基亞什麼時候要賣 都已經有成員 你要不要看他的持股表 我去現場拿給你看看啊 第一個告訴你 西藥廠要大漲的人是我 不要講昨天的成德 要講講80塊的 不然你要講的比我更低 我當你是英雄 因為那個時候 我在買智勤 後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來買 我就換那個啦 我就來換成德啦 因為我已經知道說 成德要開始變成智勤的大老闆了 成德因為 玲瓏錦從東洋出走之後 開始變成他真正的大老闆 昨天人人都有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今天成德等一下下午的節目 每一個分析師通通都有成德啦 只有成德嗎 董產業一檔一檔賺 董產業一檔一檔賺 注意喔 美食後面還是有利多 我真的是有點賺不完的感覺 你知道嗎 各位喔 不董產業只能賺一檔 董產業的話 一檔一檔輪流賺 這就是你看節目最重要的一個過程 親愛的朋友 各位再看清楚這句話 為什麼我能夠一檔一檔賺 因為我能夠分類 為什麼我知道會輪長輪跌 因為有系統 為什麼我們能夠一看到任何一個目標 哎呀原來今天什麼 比方說好了 今天怎麼樣製造殺癌的細胞 就知道說4168的糖連開始動手了 就知道4726的永興開始動手了 因為這個字懂啊 沒關係你如果不想來 你繼續不懂下去 繼續看別人賺錢 我相信這應該不是你最後的希望 注意限額的只有10個名額 等一下我希望 早上我講完之後 下午我們另外錄節目的時候 就換個題目 歡迎你想辦法爭取這10個限額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實說大家都簡單簡單愛地窮 所以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耶我家都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六月敬澤家族15週年慶活動 感謝再感謝 六月加入集訓約者 特寒一 韓中酒市技術精華DVD 二 全國技術班課程三檔 三 週年慶特回家 全無請友 週年慶特回家專線 02 2781 00909 02 2781 0909 修正宏 尼文貫通 露宗 尼文貫通 909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聽 請用去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附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打鼓也是男友 我說過你可以去看我們財訊 或者我們國內各大媒體的報導 唯一能夠給你系統 唯一能夠給你分類 甚至給你教材 甚至想辦法教會你 教到你懂的 應該只有我禁責的一個 最重要的方式 順便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是拿當初 剛剛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那個時候對一個行業完全不了解 然後採取一個分類方式 其實我這麼說一件事 生計最起碼是一種東西 所以你只要能夠搞清楚生計的話 你在未來的股市 真的是暢行無阻 因為最難的就是生計了 我問你 生計你都懂了 你有沒有超越一般的投資人 你要不要跟隔壁的人講說 你看我生計有惠 哪一支股票漲上來我都知道 要不要 不一定要來每一支都買 你要能夠這樣子看起來 看了盤之後 馬上就現場做分析 各位看到沒有 剛才我們講到成德是往上漲的 4142的國光森 因為第一檔往上漲上去 第一檔往上漲上去 也有補漲的味道 所以哪些是先漲的哪些是補漲的 你馬上就可以從技術面知道 還有比方說我這樣講 我今天來就給你示範 我是真的懂得一個情況 我現在是現場節目 我馬上跟你示範 假設兩岸出現比較大的新聞 例如說我們的蔣秉皇政務委員 去跟對方談兩岸醫療合作 我想現場我再跟各位來說了 談兩岸醫療合作 結果這兩岸醫療合作 一談下去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點 那麼就要談到兩岸臨床 於是 這個都是我跟你說的 於是1786的科研美容概念股 4138的藥芽 這個都是我挖給你的 甚至4137的利豐 這個都我們賺過的股票 我就跟你講 這些股票漲上來了 接下來可能會輪到誰呢 接下來可能輪到這個 對不對 兩岸之間 洗腎也是個很重要的 洗腎外帶什麼 外帶所謂的醫院連鎖 跟洗腎概念股可能也會不錯 所以你就會從這個地方開始聯想 然後聯想到什麼 兩岸之間的醫療通路的一個互通 我去你那邊開醫院 你要我這邊開醫院 所以一檔接著一檔 股票市場的時候 在盤中就會 你拉我 我拉你 你拉我 我拉你 這樣一檔一檔拉上去 這是全部現場分析 你拉我 我拉你這叫什麼 這叫產業關聯 你要先分類之後 才能知道它的關聯 這叫什麼 有系統去做分析 今天到底是漲衣材的 還是要漲這個 所謂的新藥的 還是要漲這個蛋白質藥的 還是要漲成德的概念股呢 還是說今天低檔的股票都會漲 股票市場漲的方式 有很多種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等等這些方法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如果你不懂產業 你只會賺一檔 那麼懂產業你就能夠 檔檔的想辦法 檔檔的賺錢 這才是你要抓的一個情況 又不是只有基亞好 基亞也會牽涉到很多股票 持續往上來做一個拉升 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 這是今天半天班 唯一一次的機會 歡迎你想盡辦法 因為你知道說 明天可能不讓你報名了 因為明天我們叫統計人數了 所以這就是你來找我 非常好的一個觀念跟理由 而且各位或許注意 今天漲停完的股票 或許明天不一定會漲停 我認為這個量的不一定會漲停 你也知道說這種股票 大家都會贏 我們不好意思說 今天叫起來好像 讓大家興奮一點點 但是有些你半熟悉不熟悉的股票 或許它後面會慢慢慢慢慢慢 讓你漲不停 同樣人家說 諾華現在開始用19種藥物 來製造殺死癌細胞 我一直跟你強調 殺死癌細胞的原理來自於哪裡 台灣的中研院院長翁啟惠 所以你說他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 連美國的諾華 他怎麼製造抗骸細胞的 都要看他的臉色 這是另外一種 這叫做免疫療法 這叫做活化T細胞 這叫活化T細胞 T細胞需要蛋白質去給他活化 當初我跟你講說 T細胞活化 這是什麼東西 大抵完成了怎麼可以買 結果答案就是他了 答案就是他了 當初我跟你說 注意一下下 這個股票大抵完成了 可不可以買 答案就是他了 答案就是他了 各位看到沒有 這叫什麼 基因檢測是不是 我沒有時間 一張一張翻給你看 這叫基因檢測 這不就是我跟你說的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越懂得越多 你自然而然賺得更多 蔣秉皇在這裡 各位看到沒有 葉民公說要談這個 所謂兩岸合作意象書 蔣秉皇帶隊出去訪問 所以當你能夠系統 能夠分類的時候 就像人家講說 蘋果概念股大漲了 你就知道這些大漲了 是什麼東西 單株抗體大漲了 標靶藥物大漲了 學民藥大漲了 達文西手術大漲了 基因檢測在這裡 幹細胞蝦紅素這些東西 優先審查等等這個部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不是在那邊聽一個老師 把那個基本面 然後基本面還不簡單 這邊按個Ctrl N Ctrl N 這個就把它唸一遍就好了 比方說2331 把它唸一遍就好了 這個太差了 我還沒跟你說一件事 等到這個時候 才在唸真的太差了 注意 人家給你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去想到說 後面有什麼東西 會跟著一起漲上來 這就是我們週六日 裡面要跟各位來談的 來 昨天美國的孟山都大漲 你自己看著辦 我想這個部分 孟山都屬於肥料農業生計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美國孟山都昨天漲多少 漲了5.09% 換句話說 未來是不是產生一個現象 注意喔 台北股市今天的大漲 我覺得跟孟山都 為什麼要跟你提出來 有相當重要的關係 孟山都所代表的是 是將來吃的喝的 那麼農業這個部分 因為它是做肥料 通通都是往上漲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沒發覺嗎 台幣現在是大升值的 台幣大升值來到29.9% 台幣不升值的話 以後麵包吃不起 以後進口東西我們吃不起 為什麼 就是因為孟山都大漲 所以孟山都大漲 不是只有個股的影響 而是對於農業 我們將來吃吃喝喝的東西 會具有很大程度的影響 同時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請你特別留意 當第一次漲價的時候 所有的股票都會往上拉 第一次漲價喔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第一次漲價的時候 股票會往上拉 因為你賣的東西 你本來成本比較低 台幣升值了 我現在變貴了 所以賣出去的東西 就往上拉了 所以本週還是超級無敵 不好意思跟你說 還是到六月底之前 這個K棒都是大紅棒 所以我出去演講應該是很輕鬆 各位知道嗎 昨天美國只有這支股票 漲得最兇 它獨佔期是七年的 那大部分的人獨佔期都只有五年 它是獨佔期七年 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到時的時候再慢慢講 甚至美國的龍頭股 一檔接一檔的打完底部創新高 你敢一檔叫我報牌 我真討厭 因為爆牌感覺很沒水準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很多人覺得爆牌很沒水準 但是我至少告訴你 它這個頭肩底好不好 但是我至少告訴你 它這個頭肩底好不好 這跟GIA總是不一樣了吧 人家是這樣長上去 這樣我不好意思跟你說一句話 我們不是講說建議你買這支股票 盤中也不能這樣建議 我的意思是說 我能夠找到這種打底完成的 我能夠找到這種打底完成 而且找出充分的理由跟原因來告訴你 它會漲上去 不然你現在是還要想什麼 有錢賺又有知識可以賺 我常常講一件事 有錢賺又有知識可以賺 這是第一檔要補漲的 這是美國 美國也有創新高的股票 所以台灣有很多股票 也要跟著後面來做補漲 今天願意進場的 我想講的最簡單一件事 有人說老師 這個 你們頭股大家幾三三 我看網友 有的時候我常常覺得 網友也會有一些沒出息 明明自己就很有錢 自己亂衝套牢了 在那邊拜託這個拜託那個 老師你告訴我哪一支股票套牢了 我應該怎麼辦 老師今天紅准彈上來 我是不是應該先出掉 因為我買在這上面 我說至於實際上 你這麼沒吃氣幹什麼 你輸掉的錢 難道不夠來學一次啊 我常常講說像這種 我根本就 不是說我不想回答 我回答沒有意義嘛 因為我回答完之後 現在網路很發達 現在投顧公司那麼多 你今天問我們黃慶哲 明天要去問我們公司 另外的老師 後天要去問別的公司的老師 問了半天你也不動啊 那這樣幹嘛 國際大事你知道嗎 國際大廠你知道嗎 國內政策你知道嗎 法人大戶你知道嗎 技術面基本面你知道嗎 還有題材面你知道嗎 不知道 那你怎麼找標股 來 上面的再往上帶了 低檔低價會不會上去 來 政府在政策做利多了 低檔低價會不會往上去 來 生計股不是本夢比的 亮王牌的時候到了 吃吃喝喝的時間也都到了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應該算是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想練就一生 能夠找到未來標股的功夫 你想要好好的找到 像這個美國概念股啊 麻煩各位 請各位要好好把握 我今天 好啦找不到了不管 總而言之呢 請各位留意一下下 只有十個名額 那保留給早上早起的朋友 下午我就不講好不好 下午我還有節目我就不講 我就跟各位報告一件事 這十個名額 給各位只有上半天班的機會 你曾經打電話過來的時候 你覺得說 真的時間上卡不過來的時候 那麼想盡辦法 禮拜六禮拜天的早上半天班 等一下就請你趕快 掌握這次的機會了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出個別有價罪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看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備備 省水器材輕鬆省 茶樓一滴也不浪費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02-2781-0909 02-2781-0909 欠古當沖的時代來了 分件事 異件事 上件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 當沖第一絕學 韩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盤手法 當沖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韩中九世 是黃老師 集二十零公里 超越市場製作 韩中九世 DVD課程 金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王太太 無權屋送來了 無權屋來囉 陳先生 無權屋送到了 現在免費送你無權屋 去除脊癌甲醛 裝潢前或買新家具 上網搜尋 無權屋除甲醛喔 右派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倒塊